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 亞澤訪問台灣這件事 引來大陸方面的極度反感 佳因亞澤部長 自從1979年1月1日 中共和美國建交以來 訪問台灣的最高級別美國官員 於是大陸就視之為一個 極度挑釁性的舉動 今早早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寫了一篇長文 去評擊美國這個做法 而且語氣和態度 多少是帶點挑機的成分 而且他還好意示批評美國 說有本事和台灣建交 至於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說 說美國不會畏懼戰爭 要打就一定要贏 如果各位益友喜歡我這個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胡錫進在文章中 首先提出了一個叫做道義論 底氣論 究竟說什麼呢 他就說 美國衛生部長訪台這件事 是嚴重挑釁 是向中方搞地緣政治施壓 這一點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國際社會 都看得很清楚 因為是沒有道義的關係 台灣和美國就不得不小步來走切香腸 何謂切香腸呢 其實就是說德國的香腸戰術 就是寓意慢慢來蠶食 其實這條胡錫進想表達的意思就是 自從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 他派遣前往訪問台灣的美國官員層級 逐漸提升 由普通的處長級 現在就升到部長級 只不過未曾去到四個份量最重的內閣成員 他的意思就是想這樣說 至於說別人沒有道義這些 見仁見智 不過在胡錫進眼中哪個國家最有道義呢 當然是中國 他就說到 道義有沒有那麼重要呢 當然是重要 若然台海局勢失控 並且走向軍事攤牌 美台的底氣都是被中國大陸弱的 除了說大陸的軍事力量經過快速增長 已經能夠在台海形成局部優勢之外 一個中國的道義優勢起了關鍵作用 中國人民捍衛國家統一的堅定意志 對美台是有強大威懾的 其實在現代軍事的領域當中 只有核子武器才有威懾作用 你那些什麼堅定意志 什麼底氣 全部都是沒有辦法量化的 你怎麼量化呢 大陸又不可以做民意調查 你怎麼量化 你怎麼告訴別人你是有底氣 你有查過嗎 這個底氣是怎麼量度的 用間尺度 哈哈哈 所以 胡錫進說這些話 全部都是狗屁不通 不過不要緊 他接下來就開始挑美國機 他首先質疑特朗普 就說特朗普政府想要通過製造中美關係緊張 來拉升選情 但是他也不能做過龍 一旦發生有失控危險的中美危機 反而可能會打擊他的選情 這也是特朗普團隊必須認真碰量的風險 這就是道義的作用 實際他提到說特朗普借著中美關係來拉台選情 這個我也同意 是事實來的 特朗普現在就是在打對華強硬的牌 問題就是 實際上決定特朗普選情的 不單只是特朗普的競選團隊那麼簡單 而且中國的反應也是很重要的 若然中國是有些什麼行差答錯的時候 就變相是做了特朗普的啦啦隊 變相就是送票給特朗普 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正正就是拉台了蔡英文的選情 正正就是蔡英文最好的助選團 好了 現在中國大陸究竟的反應是怎樣 無論在南海問題上也好 或者是阿澤部長訪台也好 如果你說特朗普是不能夠做過龍 其實是多餘的 反而這句話應該是跟大陸說才對 因為大家可以觀察一下特朗普和蓬佩奧的操作 其實他們對華強硬的措施是嚴慢的 不停地推出 又科技戰又媒體戰等等 無非就是要握緊時間 在總統大選以前不斷出招 而中國期望特朗普敗選的意圖也是相當明顯 因為若然拜登上台的話 還可以有一線生機可以扭轉美國對華強硬的態度 所以胡錫進與其批評特朗普借著對華強硬來拉台選情 不如檢討一下 究竟大陸有沒有作出過敏的反應更好 否則大陸自己做了特朗普的啦啦隊和助選團 都是不自知 另外胡錫進再提到一件事就是 因為目前疫情嚴重 所以這次派出衛生部長訪台 美方需要等這次的挑釁獲得正當性 華盛頓找到了增加美台衛生交流 有利於抗疫的藉口 由此可見 美方是一邊挑釁著 一邊有他縮的一面 他真是有本事 真是這樣玩大 他就斷言與台灣建交 與北京斷交就好 他敢咩這樣 他就說出這些挑機說話 實請蓬佩奧有個回應 究竟為何他要派出阿澤部長訪台呢 蓬佩奧說 其實美國一直都希望台灣 能夠參與世衛大會討論 但是遭到了中國的阻擋 所以美國將會措訪台灣 與台灣討論公共衛生的議題 看看怎樣可以在應對疫情上往前邁進 蓬佩奧這招四兩撥千斤就是用得好 一招就把球拋回大陸的頭上 是你大陸不讓台灣加入世衛大會討論 所以就要派出阿澤部長去台灣請益 人家說到這樣 胡錫進還有什麼好說呢 你又說叫人家什麼建交 老實說我真是質疑 究竟他講這番說話有沒有干犯到港區國安法呢 你特區政府可不可以出來解釋一下 為何胡錫進說話好像有特權一樣 我想香港沒有什麼評論員敢說這些話 胡錫進就敢說 叫美國和台灣建交有沒有搞錯 出來釐清一下 究竟有沒有違反港區國安法 我真是想質疑一下 這件事很離譜 他經常說什麼都可以 你香港人 隨時說錯一句話 又說要拘捕又說要鎖 那麻煩你特區政府出來交代一下 胡錫進說這些話有沒有問題 至於說到什麼美台建交 我就認為美國一定至少不會主動提出 為什麼呢 一旦他主動提出的話 就等同於變相和大陸宣戰都沒有分別 哪有這麼愚蠢才行 但是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們不建交 不過繼續提高官式互訪的官員級數 比如說在11月總統大選以前 特朗普邀請蔡英文訪問白宮 那怎麼辦呢 中國大陸方面是否又繼續咬牙切齒呢 若然大陸反應過敏的話 只會益了特朗普 最後那段 胡錫進還說到什麼軍事牌 他說 中國同時要讓台灣社會清楚 縱容蔡英文當局以撤香腸方式 升級美台關係是非常危險的 做美國強硬對華戰略的棋子 有可能將台灣引向其不可承受的災難 大陸的牌很多 包括軍事牌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中國在關鍵時刻出牌的意志 會遠勝於華盛頓 其實就是在說 有什麼事的時候 可能會對台灣出這一張軍事牌 好啦 你會出軍事牌 人家一樣會出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 昨天在出席一個安全論壇研討會上 就再次針對中國說了些很重的說話 他就說到 說現在五角大樓關注的焦點 是與中國的競爭 美國不單只是中國是太平洋上邊的競爭對手 更加是全球的競爭對手 他要確保美國的軍事能力 是隨時在備戰狀態 他還說到 說不認為中國的威脅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無論情況是怎樣都好 應該與中國戰鬥的時候 就該戰鬥 而他要確保的就是 美國要戰的時候 就一定要贏 在每一個領域都要比中國更有優勢 大家就見到 這一位埃斯柏部長 其實對於美國的軍事實力 就相當之有信心 說要打就一定要贏 當然啦 胡錫進方面有沒有這樣說 要打就一定要贏 沒有 他只不過是提出什麼道義論和抵氣論 另外 美國空軍主動公佈了 成功從加州向太平洋海域 試射一枚未安裝彈頭的洲際彈道導彈 這次行動其實為了做什麼呢 除了向美國盟友提供軍事信心以外 亦都是向美國的潛在敵人展示了軍事實力 同時亦都是呼應著 國防部長埃斯柏在昨天所說的話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